我们一家人还记得吗 1997年出道的一匹蟑螂合唱团 他们曾经红极一时 是菲律宾华侨四兄妹组成的 唱好很多歌曲 也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回忆 2004年淡出歌坛 整整消失了17年 如今大哥哥三哥又组成了新团体 冲出江湖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PO2 我是PO2的大哥杰斯博 我是PO2的三哥马敏 大家好 大家好 有没有觉得这对兄弟很面熟 没错 他们就是已经消失17年的 EPEACE蟑螂合唱团 当年的这一首帮个忙 让蟑螂合唱团红透半边天 但没想到后来唱片业 受到数位化冲击 一路下滑 决定转行卖餐饮 难免人家就会 直直点点很多的疑问 那会很懒的回答 因为你很难不会像访问一样 你要讲那么多事情 脸皮要厚 因为生活是自己的 不是彼合 当时大哥和三哥放下身段 开店做生意 但兄弟两心中 始终没有忘记最爱的音乐 原先受邀参加一个 国际性音乐表演 决定重新制作新专辑 但没想到 遇到新冠肺炎疫情 活动暂停 只得负债百万 就是像做生意一样 投资下去的 没有没有 现在未知数 未知数 但是我们乐观以待 以这个疫情来说 很多人没有过 过不了这一关 连命都没了吧 所以我们还活着 感恩了 对 事实上兄弟俩 身为菲律宾华侨 从小在菲律宾长大 直到高中才来到台湾 来台多年 也感受到台湾的进步 因为爷爷奶奶希望我们能够把中文学好 对 所以就来了 每个角落都有便利店 你三更半夜吃东西也不是个问题 方便是台湾蛮好的一个优势 兄弟俩耕耘台湾多年 用音乐再出发 期盼闯出好成绩 咱们 咱们 咱们